西北市三重 这名零星男子偷走了四千块钱的铜线 警方调阅监视器循线逮人 结果呢他跑得很快哦 用跑百米的速度拔腿狂奔 女警反应也很快 马上跟民众借了一辆机车逮人 警民合作成功把小偷抓回派出所 男子在巷口看到女警现身 立刻转身拔腿狂奔 女警机灵反应 看见有人骑机车进到巷内 赶紧拦下骑士借了他的车追了上去 男子拼了老命跑 但双腿终究还是跑不过机车 被女警给逮到扭送警局 事发在22号晚间 53岁的林姓男子骑着脚踏车 在新北市三重区自强路一带 看到一捆价值四千元的铜线 新鲜歹念把线偷走 被铜线主人当场撞见 林姓男子吓得骑脚踏车逃逸 事后就把脚踏车脏物丢在路旁 研判犯险尚未走远 扩大搜寻 玄机在三张公园内 发现一名特征相辅男子 警方透过监视器 巡线找到林姓男子 在事发一个小时后 将人逮捕归案 警方调查 林姓男子有窃盗前科 因为无业没有钱 才会闲晃到处找东西偷 这回碰上穷追不舍的女籍警民 合作借车逮贼 成功加通气贯切移送法办 接下来我们的张士奎 新北市采访报道